好,接著我們要說明如何製作像這樣子的一個煙火效果 這個藍色的火花後面拖著一個Trail 然後在適當的時候做一個Split 一個爆開的動作 好,首先我們在Create 然後Geometry 底下的Particle System的地方找到PF Source 我們在我們的TopView拖拉 產生一個TFSource的環境 我們使用Rotation配合RotationAngle 在Y軸的地方讓它的 往下的箭頭變成是一個往上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把它改成180度 才去點進去一個往上的箭頭 OK,接著我們需要到這個SpaceWare SpaceWare的地方 我們去找到這個 Wind 風力 風力的部分我們會選擇在 Left Side 就是左邊的視窗 那麼它跟我們的環境關係會是這樣 然後另外我還需要在整個環境裡面有一個 一個向下的力量 然後一個Drag 有一個摩擦拖拉的力量 好,所以整個環境之間的狀態應該是類似像現在的情況 那麼接著呢我們會到這個 按HotKey 6 或者是到 接著我們Education 從Graphic Edited這邊進入到Protical View 當然有幾個方法 直接按HotKey 6 或者是選擇這個PF Source 我們剛剛所謂的PF Source 然後這邊進到Protical View 一樣可以打開 我們所謂的Protical View的一個視窗 那麼在Protical View裡面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時候決定 我的Emitted Start 這個指的是格數喔 那麼譬如說我現在有100格 那麼在Protical View裡面剛剛設定的是30 所以表示呢到D這邊它都會發射 30格以後它就不做發射的動作 所以這個是Imitted Start的目的 那因為現在要做的是一個Firewalk 所以我希望我的Duration可以長一點 譬如說我到400格 然後我們按OK 那麼回到我的Protical View 我需要它呢 從而到尾都在做一個發射的動作 所以看這邊也就是400格 那麼我的發射的點 可能不需要這麼多 我讓它只有30個點好了 然後Position Position大概維持目前的一個狀態是OK的 Speed Speed可以讓它跑得快一點 有一點衝出去的感覺 所以我們可以讓它試 譬如說我們先設800看看 Variation就是加減多少 所以我可以讓它試譬如說加減200 那麼當然它就是基於600到1000之間 那麼假設我們暫時知道的是這個情況 這裡面的 Rotation Delete掉 然後Shape 目前是用不到的 我們把它Delete掉 所以 暫時我們得到的Protical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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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看到的這個情況 為什麼會有在外面